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白被誉为世间第一强者 虽然和夫子柯浩然之流没法比 但在五境之内的确当之无愧的无敌 他曾经说过生前一尺是他的世界 就算是李漫漫这位无惧境界的强者 也没有把握能进入他生前一尺可见这位强者的厉害之处 而青霞之战他虽然被君墨重伤了 他也断了君墨一臂 之后就在剑阁闭关修炼 剑胜此次闭关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领悟使用人间之剑 他的本命物乃是人间之剑 他领悟此剑的目的乃是为了挑战浩天 一如数十年前的柯浩然 不过他闭关期间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那就是朝小树来挑战他 毫无疑问的朝小树惨败给了剑胜柳白 不过朝小树挑战剑胜柳白 并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在上一季中朝小树就曾经挑战过剑胜柳白 被他一季击败了 而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再次挑战 依旧是惨败 只不过这一次他还带着使命而来 这个使命就是借鉴 朝小树借鉴是书院的意思 而在预告中剑胜柳白 已经很明确说出了他的意图 那就是为了对付九徒和屠夫 这两个活过上一个勇业之人 对于九徒和屠夫 父子找了他们很久才找到他们 但是父子登天之前并未杀死他们 而浩天也找到了他们 如今的他们沦为了浩天的打授 自然的对于书院的威胁很大 书院想要借柳白的剑藏于朝小树之身 所图飞小 按照小说中的说法 朝小树向柳白借了剑 而且还是借了两把 两柄剑藏于朝小树之身 后来朝小树还故意接近九徒和屠夫 和九徒成为了朋友 而后来朝小树用了其中的一柄剑 重创了九徒 宁确以原十三剑击杀了九徒 实际上书院从柳白哪借了不少剑 一共有三把 朝小树借了两把 而在不久之前 夫子登天之前曾经在荒原上 借来了剑圣柳白的人间之剑 以此剑的强大威力斩杀了黄金神龙 当时的柳白并不能动用人间之剑 花了十几年时间续养的剑 居然被夫子给借走了 还成功的屠龙了 令人唏嘘 不过夫子还是有戒有还 人间之剑毕竟是剑圣柳白的本命物 最后还给了他 没有戒去上天和浩天斗 这三把被书院借走的剑 每一把都是大杀器 一把用来杀死了黄金神龙 一把重创了九徒 令他被宁确击杀 还有一把还在朝小树的体内 因为剑圣柳白说了 剑用完了他的生命也就到头了 剩下的一把剑原本是用来杀屠夫的 但屠夫后来站在了宁确这一边 一起对抗天外陨石 落得个好结局 朝小树也因为他的立场而活了下去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欢迎留言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